我就编打包跟大家聊一下 这次拍这个短视频的话 蛮有意思的 大家好 哎呀这几天非常的忙 所以的话 这有大概三天我没有来店里 白天没有来店都在外面 拍了三天的搞笑短视频 给一个客户拍 非常的 怎么说呢 拍的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就 结果就把这一堆 活都留给了我的店员 我的店员的话 以至于就是 没有办法全部处理完 因为太忙了 太多事情了 就白天接待客人 已经 已经就是 你看好多这些都还没有做好单 然后这些是做好单 没有打包 然后有一些是要送走的 这些 所以的话 今天终于 昨天终于拍完了 然后今天我就赶紧来 把这些东西处理完 这样的话 剩下 待会有客人过来的话 我们就能够 有时间的来去接 要不然 否则 要 堆压的太多 这个货 就挺麻烦的 嗯 好吧 我就编打包 跟大家聊一下 这次拍这个短视频的话 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这个编剧导演 很棒 他呢就是 就是改编一些故事啊 然后根据你这个 呃 主角啊 这个客户的想法 然后去做一些特别符合他们的身份 然后又很搞笑的视频 这次我们拍的是 呃 叫做 呃 人间十四月天 呃 大家都听过 人间四月天 呃 关于徐志谋 这位才子啊 他的一个 哎呀 感情 跟那么多个美女啊 才女的一个感情的纠葛 那这个故事就是 呃 通过这个故事改编的改成一个 非常有搞笑的一个 呃 应该过不了多久 就会剪辑出来 能够 大家能够看到 那最近 就说 也不叫最近吧 最近 两三年 几年的时间 这个搞笑短视频是特别的火 呃 也占领了很多 观众的眼球 那他还是有他的 呃 魅力所在嘛 因为毕竟大家 其实 说实话 呃 工作啊 很忙 那看手机 那也不可能一直 拿着手机 看一个 呃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 那 所以的话就是 反而变成这种 啊 不到一分钟那种搞笑短视频 就特别受欢迎 那 这种短视频的话 他又有他的一定的 呃 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的节奏要非常快 然后表演的话要非常夸张 然后拍摄的话 原来的话很多就自己手机 就自己自己拍了嘛 那现在拍了越来越专业 像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团队 有好几个人 然后包括编剧导演 然后摄像啊 录音啊 化妆啊 都是已经接近这种一个小的制作的短片的这样的 呃 解构了 那画质啊 这种啊 后制 编 呃 剪辑啊 都是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 就是做的更加好 所以的话给大家的一个 这种视觉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 呵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去参与这种啊 拍摄和制作的这个原因 啊 我在我们一共做了 呃 两个系列了 一个是黑代银行家 一个是这个 啊 许志谋 这个人间十四月天 那反应都还挺好的 那个黑代银行家已经是 啊 已经传的不错了 就是已经发布了很多嘛 我们一共拍了六十折 像这个我们 呃 人间十四月天拍了三十折 所以的话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呃大家可以有空去看看 或者点一下那些 我的link去欣赏一下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然后我要接着打包了 拜拜 嗯 嗯 今天我是我们 我就是说完孩子就八点翻了 就八点翻了 就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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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在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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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